彰化縣想要升格第七都 其中一項門檻 就是要一百二十五萬人口 今天是宣布失守 縣府表示因為疫情 在國外工作 讀書 長期未返國 今年就有兩千九百八十四人戶籍 被移出 而地方是看法兩極 彰化縣府力推升格第七都 年初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與內政部次長陳宗彥 還大動作到彰化考察 但十三號傳出了壞消息 最新人口統計為一百十四萬九千八百零七人 正式跌破一百二十五萬的升格門檻 縣長王惠美認為與疫情有關 是因為我們一到三月 那這個禁移出的 兩年沒回來 臺灣的在外地工作跟讀書的 就被移出了兩千九百八十四人 CDC也有說在六月的時候 那大概就會開放國門 屆時也請我們的鄉親 那儘快的回復我們的這個戶籍 縣府強調六月開放國門後 人口數渴望回升 且人口數的門檻是以送建當時為準 但不會言審查過程變數仍然很大 雖然升格後 鄉長將改為官派的區長 不過有鄉長認為 沒有地方派系撤走 之下市資源更能下放 對地方發展來說力大於弊 若沒有升格成功將感到失望 不過彰化縣議員吳偉達憂心 同酬分配款直下市拿百分之六十一 並就這麼大 六都一旦變成七都 彰化未必拿得多 但人事成本卻因為升格而墊高 升格未必是好事 彰化人口跌落升格門檻 朝野各方看法不一 加上適逢選舉年 下一任縣長還將面臨少一位副縣長 員額的窘境 牽動範圍巨大 也持續引發政壇熱議 記者 民風彭安群 彰化報導